听维比演员郭峰现在已是半饮半退的状态 我始终记得《创世纪》里的霍景良 《寻情纪》里的吕不韦 这是一个气场全开 用一个眼神就可以压制全场的老戏骨 可惜自从老婆欧阳佩珊去世后 她仿佛就失去了经济神 推掉了很多篇约 因为演不动了 欧阳佩珊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为何值得她用一生去告白 本期的波龙巨叨叨就和你聊聊这一对 听维比最痴情的神仙眷侣 欧阳佩珊走后 郭峰说她也不想活了 他们真的好似一对鸳鸯 五年后她终于从王妻的阴霾中走出来 然后跑到当初她俩结婚的地方 与妻子再离婚约 场面催人泪下 她说道 在世界的尽头 佩珊还在那里安静地等着她 这对老夫老妻已经相如以沫四十年 到了生命尽头依旧难舍难分 在没遇到欧阳佩珊之前 郭峰是一个喜欢极限运动的江湖浪子 从小就很淘气多懂 性格更是活泼外向 1971年她就报考了五线议员训练班 成为第一批毕业的学员 TVB从不缺配角 但缺像郭峰这样的超级大反派 所以她也被誉为港剧十大黄金配角之一 郭峰出道33年 演绎了288个角色 平均每年就演八部电视连续剧 你不认识郭峰 那等于没看过港剧 而妻子欧阳佩珊和她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欧阳佩珊从小安静漂亮 走在大街上绝对有回头率 17岁进入演艺圈和冯宝宝搭戏 可以说出道级巅峰 但后来她选择在亚氏发展 虽然贵为一线花旦 但亚氏的捧行力度远不及TVB 在她23岁那年 郭峰转头亚氏 两个人有了交集 在无语问苍天剧组一见钟情 当时有同事赌他俩不出一个月就要分手 因为欧阳佩珊安静又内向 郭峰话多又爱玩 女孩子一定受不了 但一个月后 两个人非但没分手还更甜蜜了 郭峰说 欧阳佩珊很有耐心 我去潜水 她就安安静静的坐在沙滩上看书 而欧阳佩珊喜欢郭峰的热情与活力 两个人相恋一年后 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这一年欧阳佩珊24岁 很多花旦都不愿意结婚的年纪 欧阳佩珊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你在笑 他在闹 这段感情不只是岁月静好这么简单 点关注 咱接着往下聊 1983年 刘德华写手陈玉莲演了一部《神雕侠侣》 《神雕》里的黄蓉却成为不少人心目中的白月光 他们认为欧阳佩珊比魏秋华更像老了的黄蓉 不愧是TVB从亚时高薪挖过来的一姐 和国风结婚以后 欧阳佩珊合约到期 她的能力早已被TVB虎视眈眈 正赶上两家电视台抢绝风波 欧阳佩珊被TVB挖墙角是必然结果 虽然待遇不错 但TVB有汪名全赵雅之两大台柱子 她根本拿不到好角色 和TVB合约到期后 她又回到了老东家 亚时还是一如既往的重视她 在她事业鼎盛发展时期 郭峰大气晚成 在TVB凭借各种富商角色迅速走轰 每天各大剧组连轴转 根本没有时间回家 当然欧阳佩珊在亚时也忙得不亦乐乎 虽然同在香港 但夫妻俩一周都见不了几次 这种高强度的工作 导致两人错过了最好的生育期 眼看双方都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郭峰说棋子很要强 在演戏这条路上总是不得知 她说要退圈也得是在最风光的时候退 不能让人看了笑话 郭峰很宠妻子 所以一切都随她 一辈子无二无女 郭峰也只能认命了 随着郭峰事业越来越顺利 片月越来越多 忽然有一天 欧阳佩珊发现丈夫老了 她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任性 于是在她事业最巅峰的时候 欧阳佩珊宣布退圈自此再不留恋 欧阳佩珊虽然心高气傲 但和郭峰比起来 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欧阳佩珊虽然没有在港圈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不可逢认 她是一个好演员 对感情 对工作 对生活都很认真 退圈后的欧阳佩珊 为了缓解老公郭峰拍戏时的压力 努力学习了针灸 气功 推拿等手法 闲下时光还会和赵夫一起甜蜜旅行 回忆年轻时那些怦然心动的瞬间 但再美好的爱情 也得有一个人先告辞 很不幸 走的人是欧阳佩珊 老婆走后 郭峰发现 她连电饭包怎么开都不会 男人的崩溃仿佛就在一瞬间 这些年柴米油盐的琐事 欧阳佩珊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平淡的幸福最让人难以割舍 此时的郭峰再也没了精气神 拍戏时 她霸气的眼神好像也丢了 就这样 她浑浑噩噩的过了五年 后来有人告诉她 欧阳佩珊那么骄傲的人 一定不想看到你这样 你想让她在下面都为你担心吗 为了和妻子来生再能相见 她去了一趟以色列 在牧师的见证下 她和王琪再离婚约 来生还要在一起 现在的郭峰已经很少拍戏了 因为她的光没有了 演了一辈子坏人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霍宝宝 郭峰和欧阳佩珊是你喜欢的演员吗 评论区聊起来关注 我怕想到听闻闭的时候 就真的找不到我了